好 我們再一次跟各位說明跟強調 位移是向量 要有大小有方向 路程是純量 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然後從剛才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跟第二個例子裡面 你會發現 如果它是只有往前走 或是只有往後走 你就會發現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對不對 就是沒有折返的直線運動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就沒什麼好分的 就是數字都一樣 可是我們第三個例子 它是有回頭 有折返的 這有折返之後 就會不一樣 未來的考試題目 我們未來在後面在算速度 加速度的時候 我們國中有出的題目 幾乎都是沒有折返的直線運動 所以就表示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兩個沒有分金屬 其實也沒差 所以我才跟你說 後來好像就不重要 反正通通通都一樣 可是在一開始學習這個的時候 我們在一開始考試考你的時候 我們會故意出一些東西 然後就問你 有人畫一個六角形在走的 有人畫一個時鐘在走的 然後就問你它的位移是多少 問你它的路程是多少 所以就要分清楚 一個是有大小有方向 一個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一個是從頭直到尾 一個是所有走過的路都要算 所以要請各位理解 所以停車站接問這輛車 圓的半徑10公尺 你就用拍告訴我 如果需要用到圓的時候你就用拍告訴我 OK 這晚夜的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如果需要用到圓周率你就用拍告訴我 多少拍 OK 大哥 我們要找一位大帥哥 希望能夠很快抽到大帥哥 又沒有大帥哥 還是沒有大帥哥 有啦 24 向北20公尺 是位移還是什麼 位移 那路徑長了 10拍喔 10拍嗎 還是20拍 20拍喔 你確定嗎 我會騙人的喔 我說過我會胡亂喔 10拍喔 Are you sure Do you確定 好10拍 請說 位移叫做 向北20公尺 就難跑到北邊嘛 半徑10嘛 直徑20嘛 路程呢 就是圓周嘛 一個圓是2拍R嘛 半個圓就是拍R嘛 所以答案叫做 4拍 這樣很困難嗎 不困難吧 再問一個簡單純問題 就問你一不一樣啦 有兩台車子喔 這兩台車走的位移一不一樣 路程一不一樣喔 好 好 位移 相同不相同 路程相同不相同 最好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位移同或不同 為什麼路程同或不同 停車戰界混 同還是不同咧 來 來要換大美女了嗎 好 大美女叫13號 13 來 位移同不同 為什麼會一樣 很好 突然也一樣 結束一樣 位移就會一樣 這是個正確的講法 非常好 路程一不一樣 為何不一樣 長度不同 走過路不同 它的長度不同 一個直線一個是 彎的 圓周長 請坐下 很好 這答案太令人喜愛了 好 重點是要知道為什麼 重點是你要知道為什麼同或為什麼 不同 位移是相同的 位移指管 開始在哪裡 結束 在哪裡 S2-S1 只有開始跟結束 中間都 不管 所以 開始一樣 結束一樣 位移就會 一樣 路程是要實際走過的路 一個走直線一個走圓周 所以當然就會 不一樣 但就會不一樣 所以它就不同 所以我說過 不是答案重要 是為什麼重要 你要知道為什麼相同 為什麼 不同 這就是 要你判斷 很簡單 一開始學就搞清楚 什麼叫位移 什麼叫做陸進場 人家出題目 能夠說出來位移多少 陸進場多少 重點 位移是有大小有方向 陸進場只有 大小沒有方向 有人問得嗎 沒有 請學課來練習